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姐姐你好 你好 我是张一新 说到过年呀 我知道一新是湖南长沙人 说说家里的一个年夜饭都有哪些吧 比如说你最喜欢的或者是最爱的有哪包菜 我喜欢吃辣椒炒肉 你自己会做吗 会做 这一次是第二次登上我们中央电影院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同样是在歌在舞吗 应该是 它现在没有定了 不一定 还不一定了 上次唱了一个非常健康向上活泼的歌曲 我看到你的无脑能力很强 那这一次也准备了相关题材的作品吗 是的 我准备了相关题材的作品 说话好干脆 我们的网友遇到了过年过节回到家里的时候 总是有长辈或者是亲朋好友问他们一些很尴尬的问题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明年工作调不调整等等 像你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和难题吗 我一般做人还比较实诚 所以基本没有 基本没有 遇到这种问题回答就行了 像周围的好哥们好兄弟 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找你来开解 你怎么给他出主意呢 那你要问别人 跟我不合适 我也不适合你会回答别人这种问题 就是包上这个忙 因为你比较坦然比较实在 对 通过你说话也感受到了 我们在这里用肢体语言来表现一下对观众和网友的祝福 就是你来比后我来猜这样的游戏 可以啊 您猜出来了吗 答案是年龄有余 一会儿 就来看我去看 你可能会是走一样的 你很想乔一身 我来说我来说明我来说它 你会去看